网友都知道乔丹是球场上的王者,对他关于篮球的事迹都非常了解,不过对于乔丹的私生活相信知道的并不多。 和现役很多球员一样,生活中乔丹也是多情浪子,不过更多的还是在他退役之后的事情。 像乔丹、科比这样的球员,对篮球运动有很大的影响,多少人都是因为他们而喜欢上这项运动。 网友经常拿乔丹、科比以及詹姆斯做比较,现在看来等詹姆斯退役之后,他们的对比人将继续,乔丹不仅拥有一支篮球队,还有属于自己的品牌,而科比也转入商业领域, 詹姆斯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 回归正题聊聊乔丹的感情生活,当年乔丹和自己结婚了17年的妻子胡安妮塔离婚,付出了高达1.68亿美元的巨额离婚费。 之后还有美国艳新凯利公开表示和乔丹有一段恋情,并直言乔丹在他心中是最强壮的男人。 而随后美国八卦媒体认为,两人或许有过一夜情,但是绝对没有真感情,而这只不过是凯利蹭热度而已。